這其實都要數據 其實這個計劃下有在又很會罵什麼 一開始他是中低收入說一千塊我幫你顧 其他行務一千塊換五千 所以意思是說中低收入是拿五千 一般戶是拿四千 現在全部花五千的時候 那中低收入就想說奇怪 本來可以多拿一千 要一千沒有了 所以我說要轉彎 要想好再轉彎 我猜他也是沒有想好就轉彎 我現在除非他說那我中低收入再多花一千 所以這種管理就算掉了 其實這樣啦 經濟政策還是要專業一點 就是說防疫以後 你知道 防疫 紓困 振興 轉型 其實他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方法 要先知道戰略目標才能夠決定戰術 所以一開始他要發五月券的時候 他沒有先想 我到底我現在是在失誤棍 還是要增進 會亂移啊